《新日记》 《新日记》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 是安定 和小 中国的传统教育 就抓住了这个核心 暗电 何时 个人需要 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 环境暗电 容易成功 人与人之间 家与家之间 社会与社会主义 迫切需要的 就是暗电何时 中国自古以来 两千多年来 教学的宗旨 帮助学生 身心 安静 无论环境怎么动 你动 我不动 这就是宣教 在安静的环境 心情 心情 都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所以我说我只相信 老祖孙 自古以来 老祖孙就交给我 文重 安静 或许 或许 你的眼睛 放光 你的心情 也放光 心情放光 你就能照进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你一看清 你明白吧 不是我问了 别人私物的感染 你先是定 定 能看到真正 乱看不到真正 所以老祖孙就交给我 喊地 那些 安定 能力到的 你自然就聪明 混乱 你不乱 不乱 才能认出 哪个对我有利 哪个对我有害 你不会选错 齐心动念 要想念到 祖宗 祖宗给我们的东西 非常宝贵 每一句对不起 我们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手中 对后代 口爱的手 我们的感恩 我们以良心 来报答 祖宗叫我什么 祖宗叫我 孝提中心 离意延迟 无恶的手术 一切是 一切重 别人不遵守 我遵守 翻译 长颜佛情图 长宝似重啊 侠戏散途苦 若有些温柱 洗发菩提心 尽力宝伤 同生寄了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